2016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吉祥物 当地时间24日 在里约日内读萨玛兰奇奥林匹克体育学校首都亮相 两个吉祥物分别代表了巴西的动物和植物 体现出桑巴国度的热情与奔放 里约奥作为主席努兹曼、里约市长帕埃斯 以及吉祥物的设计者 与学校的师生一起在操场上迎接吉祥物的到来 这两个吉祥物由巴西圣保罗的一家公司设计 灵感分别来自于巴西的动物和植物 主色调为黄色的里约奥运吉祥物 代表了巴西的动物 其中有猫的灵性、猴子的敏捷 以及鸟儿的优雅 主色调为蓝色的里约残奥吉祥物的设计灵感 则来自于巴西热带雨林的植物 它头顶上长满了代表巴西的绿色和黄色树叶 光合作用可以让树叶不断生长 克服各种障碍 最终将养分洒向人间 目前这两个吉祥物的名字 还没有最终确定 组委会提供了三组威选 人们可以在今年12月4日之前 登陆里约奥运会官网 投票决定吉祥物的名字 新华市记者张强 基业里约任内录报道